澳王首轮的消息 去年在美网夺冠的英国甜心拉杜卡努 在染疫之后复出的多项赛事首轮都被淘汰 结果这回在澳王 台湾时间18号 他成功击败前美网冠军实地分丝 挺进女单的第二轮 而男单的部分 澳洲坏小子基里欧斯 他也是染疫复出的 这一场比赛 他展现了重炮的威力 强轰21G S球 其中一球还高达时速213公里 还砸中场边的球童 最终基里欧斯就已直落三轻松获胜 展疫后复出澳王 地主澳洲坏小子基里欧斯 对上英国布罗迪 基里欧斯不该搞怪个性 以及胯下发球连对手也傻眼 再看一次基里欧斯一副若无其事 却从胯下将球发出 而且在这么激烈的比赛中 基里欧斯的怪招还不止一次 基里欧斯漂亮的穿越球 打得对手只能忘全心叹 但是基里欧斯除了怪招 也展现出重炮威力 这场比赛送出21G S球 其中一球还砸中了场边球筒 这几S球时速高达213公里 好在球同弟弟没有大碍还笑得出来 中场基里欧斯是已直落三击败对手 再来关心英国甜心拉杜卡努女单手轮战况 也曾经染疫的他复出之后 多项的赛事手轮就遭淘汰 但是这一次他不想那么快打包回家 大角度的短球让美国选手 史蒂芬斯的回击冠网 拉鲁卡努丢下球派 抱头无言 迎向胜利 他以6比0 2比6 6比1 击败了2017年的美网冠军史蒂芬斯 拉鲁卡努停住压力 拿下胜利 也顺利挺进了澳洲女单 第二轮 海里斯文杨智福壮一节报道